我們都是很老的記者 很資深的記者 記者好像只有去追 你說你就好了 只有去追卡神叫他道歉 那他的資料如果是短昭雄 短昭雄那時候他是發言人 他又負責監聽 他怎麼可以把資料卸出來 這個才是一個很大問題 蔡英文都要交代說 你的發言人為什麼資料外卸啊 這當然是蔡英文自己要去清理的問題 那剛剛鍾倩大哥講的 那個是重點中的重點 就是說這件事情的發生 使得民進黨裡面的 黨內的遊戲規則 是不是還要裝沒有看到 繼續進行下去 那蘇貞昌在這一路選來 其實因為他要去 拚他的氣質 拚他的那樣的風度 所以他基本上是極端的壓抑 可是到這一刻的時候 因為他又看到了 過去受害者通常都是藍軍的 那種的情況 過去民進黨的這種選舉的選前 在關鍵時刻會採取的一些小動作 但是你又很清楚的感覺到 對於選舉投票的氣氛會有非常深刻影響的 這種事情多半都是綠的對藍的 蘇貞昌今天深受其害的時候 他敢不敢於喊出說民調要重做 因為今天這一刻是非常關鍵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把它擋下來 今天的民調就繼續做了 做完了之後 依照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民主體制都一樣 只要你的整個遊戲規則 遊戲玩完了之後 即使中間還發生了一些失誤 就像在棒球場上面或者籃球場上面發生了誤判 你事後說我們來看袋子 看完確實這個誤判 但是他會推翻結果嗎 不會 從來不推翻結果 這現在邱憶瑩聽孫昌的時候在講 他說現在要趕快停下來 從來不推翻結果 這就是一個一般來講 我們對於就是說有遊戲的認知 你不要說我們事後我們再來看 看到了到底有什麼影響 這種不能事後看 你當下的時候你要不然就罷賽 你要不然就當場了 你就要問個清楚 這件事情並不是不能夠一翻兩瞪眼的 我們很快的 你就蔡蘇雙方面 很快就可以做一些追查 同時因為這個消息來自於阮昭雄 這個東西是確定的 蔡英文是不能夠置身事外的 我基本上善意了 我基本上希望就是說 民進黨作為台灣的主要的政黨之一 那對於一個領導人的產生 你蔡英文又是黨主席 你又是基本上面的選手兼裁判的 所有的遊戲規則 跟負責這個遊戲當中的裁判 幾乎全都是你自己的兵馬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你就算贏了 你要輸的人口服 那是很難的 你會甚至不武 會讓你在整個代表民進黨 角逐的過程當中 沾上了一個很大的污點 那個點是很大一點 不是一小點 但是你能不能預期到 蘇貞昌的蘇貞營 或蘇貞昌本人敢於出來 在今天在關鍵的時刻說 民調要喊停 我們要重新來一次 這個對蘇貞昌來講 一方面他自己能不能講的 就是出口 再來如果真的要重做 他的風險其實也非常之高 眼前對民進黨來講 確實因為楊慧如做的這個動作 那出現了一個很難解的難題 楊慧如今天會哭 當然他發現事態嚴重了 因為他泄露了真的 基本上就是說手腳不夠乾淨 讓人家看到了之後 不管你的動機如何 每個人都會懷疑 你背後絕對是有政治的動機的 絕對是一種預謀 絕對是意圖影響選舉 絕對是要擴大戰果 讓蘇貞昌輸得很心服口服 你絕對想達到這樣的目的 但是你的眼淚清洗不掉這些污點 那個污點太大了 所以眼前不是你掉不掉淚的問題 而是蘇貞昌要不要提 而你蔡英文做為一個黨主席 不要等蘇貞昌提 你敢不敢當機立斷說 我不等蘇貞昌提 我自己要求暫停這次的選舉 寧可民調延後 如果蔡英文可以這樣子做 那我覺得整個的氣氛 有扭轉的機會 蔡英文不只沒有很停 他說我也是受害者 現在受害喊停的是誰 是挺蘇貞昌的大將 邱英英 剛結婚的對不對 他說這樣太大的爭議 結果現在怎麼辦 他喊停結果現在沒有要停的意思 我跟講香榮他們剛剛特別提到 遊戲規則是四個字 讓我回想起好幾件往事 319跟陳菊抓到這個事件 請問一下這些人有沒有遵照遊戲規則 沒有遵照遊戲規則 人都有好下場啊 為什麼在黨內競選要遵照遊戲規則 我跟你講政治性是這樣子 像香榮 像齊凱那種政治研究所畢業 或許會比較高深的政治性 但是這種在兩個競爭民調的時候 不能公布民調這件事情 需要很大的政治性去瞭解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東西很簡單是不能做的事情嗎 我跟各位講 我覺得一定要講整個脈絡 這個東西從徐家欽開始說 國民黨利用農會介入選舉 所以就開始搞說唯一支持蔡英文 就是你民調蔡英文跟馬英九支持蔡英文 蘇貞昌跟馬英九支持蔡英文 許新良跟馬英九支持蔡英文 從這樣子到最後蔡馬馬說是支持者 最後香榮上個禮拜特別談到耳語這個事情 就是說無論蘇貞昌有沒有被提名 還是最後會被重用 到最後卡繩這個東西 請問一下這個東西都是擦槍走火嗎 都是嗎 這麼巧嗎 我請問你怎麼不是蘇馬馬 怎麼不是蘇貞昌那邊搞 怎麼蘇貞昌那邊沒有一個叫 這邊有卡繩 那邊沒有一個叫卡門 對不對 怎麼會都是在蔡英文這邊出事 怎麼都不是蘇貞昌呢 如果我請問你 如果今天換一個陣營是蘇貞昌搞這個事情 蔡英文突然忘記突然忘記 這問題關鍵就在這裡 對 胖胖提醒這個好像是一路上 好像都是蔡英文那邊在出手對不對 蘇貞昌怎麼反而是沒有出手 是被打得沒辦法沒有支架引力了嗎 可是明天就要決定嗎 今天出這個事情明天怎麼善良 對這個如果照卡繩的鋪浪上面 公布這兩個數字 這個不是樂透的號碼 大家千萬不要去買 雖然差距都是2% 差距都是2% 可是如果照民進黨的遊戲規則的話 是有13比11的小英獲勝 如果照這個他們的遊戲規則 雖然說我也贏 蠻贏2%也贏2% 不過我會比較高 所以是13比11這個贏了 不過我覺得軟刀雄如果要曝光的話 也講一下許姓良的 我也好好好奇 這個軟刀雄這個態度 對前輩這種態度就不對了 那剛剛幾位前輩提到 這個西瓜效應會不會有 實際上因為我們是相對比較公正 你說這個事情 你也是在電風電台 他們公布的是什麼 公布的是這個 說欸 你看到沒有 唯一支持 蔡媽媽贏 贏了 贏了 今天晚上還要做一天 6點到10點 還要做一天的電話民調 會不會有影響 一定有影響 這樣就等會想 今天好像聽電台 好像是蔡英文領先 我都會回答蔡英文 會對本來猶疑的那些 接到電話的民眾有影響 所以剛剛這個蕭農兄提到說 是不是要喊停 我是覺得另外一個角度 蘇貞昌他買了一個保險 如果明天公布是蘇貞昌贏 那我就贏了 謝謝我贏了 如果輸了 就像中興大哥這個預測 如果也是0.5%這種的 蘇貞昌說你看 你膠上出一味的 蘇貞昌好像有一個保險在手上 不過我也是覺得蔡主席 不能用比海家的姿勢 出來說話 因為你是黨主席雖然你現在簽家 不過你有這麼多發言人也好 友軍也好 把你揉這個後腳 我覺得蔡英文那個 格局跟氣度要出來 如果蔡英文說我也是被害者 這個我也都不知道的話 我覺得蔡英文 不要說抽選贏一輸 他做領導人的主席 是沒有的 蔡英文說他也是受害者 他會是受害者嗎 現在出來爆料的人 是挺他的 泄息的一個大將 然後資料來源是哪裡 是蔡英文自己的發言人 他可以說他自己是受害者 更嚴重的是什麼 今天晚上還繼續民調 明天就要公佈 誰當選了 這東西會變成分類的危機 甚至孫上如果輸了 這東西有辦法散了嗎 我們等一下還要討論一下 另外跟他插播一個新聞 桃園大溪的這個金蘭醬油 剛剛傳出了大好 現在正在灌酒當中 我們要繼續追蹤 我們慢慢回來